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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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家很害怕 最后会有那种很冲击的结局 我会说我们下星期的剧情会很丰富 但是最虐的地方大家已经一起走过去了 就是已经过去了是吗 最虐的已经过去了 但是我们接下去的剧情还是会很丰富 但不会让大家太难过 应该是让大家太难过 其实可能会比哥哥弟弟没有那么难过是吗 哥哥弟弟那边 我觉得因为亲情的部分还是一个 其实导演跟编剧需要花很大的力气 就是让他更完整 因为亲情没有那么容易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肯定还是要经过一点 心理的对话跟家人之间 那我跟腾腾这边就是会有一些事情 会比较丰富一点 但是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件事情是肯定的 那很好 不要太担心了 我们可以放心了 我们的刀片可以收起来 说好说好说好 你应该用葡萄 有好多人说不止刀片还要准备葡萄 不要不要这样 我们每个团队都是我们很在乎的 因为曾经有过一些比较不好的那种印象 然后就很害怕会这一季也会出现这样子的状况 不会不会不要担心 好 有这样就够了 我们会在剧情上面让你们看得很满意啦 就是会有很多剧情 但最后一定是会 很好的未来 很好 大家可以把刀片收起来了 谢谢你哦 谢谢 你是要找下一位吗 我应该会换今天最后一位了 早点休息 好哦 拜拜 拜拜 大家都看了预告之后很担心吗 不要 不要太担心啦 但是 这一周 对 这一周的剧情是很丰富很好看的 但是大家不要太担心 我们不会伤害大家太多 OK 那我找最后一个人咯 Sweet M-E-L-E-T Hello Hello 你好 你能看清我吗 你能看清我吗 可以啊可以啊 我这里 我的天哪 我已经激动了 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我也太幸运了吧 没事 你是哪里人 我是 我是 中国大陆人 你都有看吗 每一集都有看吗 我都有看 就是 就是 我的内心 有点激动 我需要 停步一下 慢慢来 所以你是 你是六十几万的刘美芳之一 对 对对对 我是 一直在 就是 很关注这个剧的 就是 我感觉你们 看得特别好 就是很自然 而且 而且 就是 怎么说 就感觉 虽然就是 有些地方会有一点 就是 小尴尬 但是 但是整体还是很甜蜜的 就是看起来就会 敲大腿 垂床的那种程度 就是很激动 对 那你喜欢哪一段 比较喜欢 一名之客 觉得看起来会很治愈 对 那你有什么要想跟我说吗 就是 觉得 希望 你要好好治愈身体 然后 工作肯定很忙 因为最近这个剧大火 所以 希望 平时也要好好吃饭 然后 睡觉 然后 注意身体 然后 希望 去越来越火 好的 谢谢你 加油 好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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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别太急 我的妈呀 我的妈呀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太太激动了 我的天哪 就是我现在掌心都出汗了 我今天也是在出汗 我刚刚看晨晨 他跟大家在聊天 我是觉得超好笑 很可爱 让我一直流汗 好 对 就是 嗯 希望 希望你们都越来越好 希望你们通过就是这副这个作品之后就有也有更好的作品给大家 然后我们都会一直很期待 加油 你要早点休息吗 然后我还是会时不时的上微博就划一下你们大家的留言啊 的私信啊 对 我们还是会去看 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 加油 谢谢你 再见 拜拜 再见 拜拜 好可爱 感觉大家都跟我上一次第一次直播的时候一样紧张 我现在来看一下大家这边问题栏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回答完之后 我就把这个 把这个 Vinny姐把我拍的 这个 我们抽一个人 然后把它 寄给他 在演这部剧前对同性之间的情感演绎有关什么电影和剧学系吗 我之前采访的时候有说过我 在准备历程这个角色的时候我的方向比较偏向喜剧那边 所以我会看的是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啊 然后看东京男子宿舍啊 但是我其实一直都有看一些同事议题的电影 像是 Call me by your name 然后 当然当然又推我看那个美少男之恋 就是这几个都是我蛮 蛮喜欢的 嗯 特别是Call me by your name 我觉得那个哇 那个时候我刚看完的时候我觉得很震撼 我觉得 拍的真好 嗯 善存喜欢什么风格的画 我喜欢的画哦 嗯 我喜欢的画的风格 比较其实没有一定 这个东西 然后他如果是手工的 那我反而会喜欢有一些瑕疵的 嗯 看一下哦 在喝养生茶吗 没有那是水 今天喝水 善存觉得喜欢演员这个职业吗 我觉得这个演员这个职业对我来说 其实蛮特别的 就我最早一开始刚大学的时候 要做演员的时候 我其实不是先喜欢演这个职业 我是先喜欢团队合作的感觉 因为我以前是球队的嘛 所以我很享受跟很喜欢在一个团队里面合作 然后那时候就是遇上了公司 遇上了Vicky姐 问我有没有兴趣做这一行 然后就觉得拍戏跟剧组在一起 好像跟球队也是蛮像的 所以我就开始开始愿意去做 然后对于演员这份工作的 的喜欢跟那种 该怎么讲呢 就是尊敬的感觉 反而是你越拍越有 就是你真的是拍下去演了之后 你一步一步角色这样子准备下去 然后上了不同的课程 你会发现原来演戏的世界是多么的庞大 然后才发现就是类似学无止境的那个概念 但是你就会遇到很多门派啊 很多种不同的表演方法 然后你才发现哇 原来演戏是很好玩的 认识可以弹吉他吗 你想要听什么的 因为我通常用吉他不厉害 我觉得只是 其实我从去年七八月的时候 才开始认真的 想要学 就自己找了一些影片来弹 对 所以 但就是我不厉害 然后我通常是要 是要看着手机的歌词跟谱 像 那我就随便弹一点 既然你就说了 这个上次弹过的 应该记得比较清楚 大家可以再一次吗 真的是太紧张了 我要先把我的手上的汗擦一擦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好像 就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 我会 弹唱 然后甚至还弹唱录下影片给大家听 那我觉得也是 去年 发生了很多事情之后 我的其中的反省 跟学到的其中一件事情之一 就是因为其实我很喜欢这件事情 但我不再在乎 是不是 在大家面前是这么完美的样子 而是我很想要做这件事情 那我想要用我喜欢的方式 跟大家分享 这个也让我很快乐 所以我就开始录影片 真的是妈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要偷偷告诉他 在无数夜深人静的夜晚 有个人在想他 以后的日子 你要好好照顾他 我不在他身旁 你不能欺负他 别再让人走进他心底啊 却又离开他 因为我不愿再看他流泪啊 哎呀 真是的 流很多汗 很紧张 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唱歌 好的 还有什么歌 我最近我这几天有另一首新的歌 但我很想弹 我弹给大家听听看 但是我怕我弹忘记怎么弹 所以大家不要太介意 我过几天应该要把它拍下来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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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远 可能就在眼前 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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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多远 你却听不见 中心的祝愿 这场出晚点 多留些时间拍照片 再见却不能再见 火车火车开慢点 火车火车开慢点 这几天想要拿来练的歌 我会好好的练 唱的好一点 再分享给大家看 好 再来看看 还有什么问题 这首歌是廖俊涛的车站 其实我记得好像是 毛不易廖俊涛他们是第一季的名誉之籍 我不确定是不是第一季 应该是 但我说错了 不要怪我 但 他们那一季的名誉之籍 我重复看了很多遍 也是我有时候很 生活上可能遇到 有时候我就会把名誉之籍翻出来 从今看一遍 我觉得那一季 给我很大很大的力量 在我可能失落的时候 我还几度看到哭 然后我也是看了 他们这一季的名誉之籍之籍之后 想要有拿笔写词的念头 后面的话 对 后面的是哦 后面的也是 然后还有一些在地板上 我上次有分享给大家看 好的 那 我现在最后 要关掉前 我抽出这个 我看到一个问题 有想过以后 尝试什么角色吗 我是没有一定 就是我其实还蛮期待不同角色的缘分 那我可以先跟大家小小的分享一下我下一部戏 的一些些相关的内容 就是我下一部戏应该是五月底六月左右开始拍 然后那个角色跟历程会非常不一样 然后在造型上可能也会有一点改变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好的那 我来想想看哦 我问一个问题 然后我就抓第一个人了 老规矩好吗 这幅画 大家记得我上次说的这幅画吗 请问这幅画 我上次在直播的时候 跟大家说我是听什么歌话的 我应该有讲过吧 我先看一下有没有人回 没有的话我就要换下一题了 这幅画 有人记得吗 这题确实有点难 啊我看到了 我把它截图下 这首歌的正确名字 应该是 是我吧 对吗 那是的话就是它咯 好的 是ROSEGARDM 底线 A.SKY 那就再请你把 可能你的收件地址 可能私讯吧 你可能私讯到 我的官方的信箱 然后到时候我会 把这个拿去给公司的同事们 然后请他们寄给你好吗 然后你回去的时候可以少少看 看会不会有声音 我不太确定到时候 那个印档会不会留着 但是希望你会喜欢这张照片 那我的直播就今天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晚安 我会继续先练习它 希望可以弹得更好一点 然后分享更多喜欢的歌给大家听 然后这礼拜 腾腾应该也会在这时候 也会在这礼拜 这周开直播 那我们大家直播上面